是要挺好的 也缺少控制吧 因为你看这个阵容没控 前面的四手英雄控制能力有点弱 不用就我来用 绿亚还是泰坦 最后是确定了泰坦 ok 没问题 左边这里是想 需要有兄弟们冲进去的时候 有一手落根 这左边的阵容是五冲阵 我感觉辅助位的优秘 如果你出了配照信 再加一个中单的 如果能想到卡尔玛 我觉得冲击力太强了吧 期待一下 其实现在阮斧的装备很强 让这种阮斧英雄很有登场的空间 但现在阮斧虽然说强 但是你会发现辅助 成为了很多队伍的唯一开团店 对 你就没办法把它替代掉 UP这里是 刚才应该是送小C上去了 在这个位置 是的 卡了一个视野 这边有没有机会啊 换风 感觉有点意识到了危险啊 没有再往过靠了 所以他们这边直接往上靠 想要去换蓝区吗 好像有点这个想法啊 不太敢去还是算了 因为自己一直没有看到他 确认一下没有人 玩着比较小心 这把感觉UP的对线 还是不太好打 我感觉 打娃娃的话不带点燃有点难 打我哥吧 嗯 你能不能叫人家的全球 哇 这个曲线 上次要给的一点过分 55对45 20分钟的时候 差了10个百分点 那这把感觉 林洛巴巴舞台很大 他这个对线 那我说 只能感觉旁边看着 看都看不了 剪 哎 你学一也可以的 哎 这有有思路的 哎呦这一波 但是一又好了 还想来解 这一波真给阴了一下 嗯 而且我发现隔温一开始啊 他连刀都不补了 对 就逼你经验区 对的 我不补你也不补 第一波就一个兵 有点狠 哎 这波很危险啊 但是啊勾了一下 还行 一阵出发 哎但是啊的血量 直接抓点燃了 其实第一波直接抓点燃的话 嗯 我感觉左边跟闪就杀了 这把换风是没有治疗的 对 拿杖的话 UP的下路打得不错 上来 打出了一个巨大的血量差距至少 是 点燃换闪现 也是贯的 抢到二以后 再抬一下 反正被勾 哎呀 老贼啊 老贼这波很危险 有治疗 A一下 硬来 差一思学 带来了 奥这个很细节 A了一下小兵 咱能换掉吗 普攻带走了 小贼也交出闪现 哎呦 这第二个勾 我发现他这个勾的水学度啊 这太急了 刚才这一波勾回来 小C下路双下 直接崩盘 但这波奥已经很细节 他A了个小兵 让升二了 这一波其实 左边应该有意识到 因为那个 那个经验区差不了那么多的嘛 这一波好伤啊 主要还是勾塔下台 不应该了 对 有点太太有杀心了 我觉得那个小C的那个台 对吧 是的 塔下你抬到被勾到 也很伤的 结果打完杀了 结果小C没死 老的 老的又给死了 这后面这个台 我觉得没必要了 嗯 正好 一会儿 老的 人呢 哎 最后你看正好一个小豆豆 把这个冰一切 换风 升二级 没办法 这一勾勾到花感觉 双双阵亡 对 这一勾勾了 而且你这是带点人家治疗的 没想过带点人家进化 你身体都没把别人的进化逼出来 是的 这一波挺过分的 有点崩 下路真的有点崩 哎 阿斌的这个篮量 有点低 嗯 哎 格文准英雄太C篮了 是 形成CD短 哎 啊来中路 两边幅度都过来 要踩安州 安州 安州都拉开了 哎呦 这个技能放得很及时了 而且看到了这边的 莉莉亚 不过 UK这一把 打得还挺主动的 你看一下 是 红MUFF野区 视野给的很足 因为这把这个阵容选出来 就是要打架的 嗯 不能像上马那样坐以待毙了 赵信一路上是被看得清清楚楚 嗯 各种片 打了个果子 哎呀 没时间了 发了一个很沮丧的表情 这边要保护一下 C5级没什么越塔能力的 所以 也就往过走一下 下一下你就行了 下路回来以后依然还是有限权 直接推进去 EZ初期确实还是太弱了 不过这一波 靠着拿到的人头 已经是出到了耀光 对 装备很好 嗯 又勾到了 勾到了 老杰这边被打一趟小子也被A的很惨 这一波换血很亏很亏 嗯 而且太坦的点燃要好了呀 这把感觉UP的下路对线还是 哎 这边要打了呀 敢不敢一连 啊 这再勾到就要出事了 没勾到 下路现在已经打不过了 装备里线太多了 是的 里线一个耀光 所以左边就只能推线嘛 那推线过去 有小兵还能忍一忍 没小兵被Q两下是真疼啊 哇 这把 一路啊直接做了个护臂出来 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个装备 嗯 C别关灯 但是这边也剩6了 Q技能好不一定打得过啊 挂点燃要反打了 哎呦 Q技能还是一个满得的 哎 这里 哎呦 保留球 还好一技能能拉开一下距离 但这波强越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 啊 这波可能 有机会啊 有机会 有机会 哎 一技能躲开 但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死了 一速打出来 打就做到 哦 直接是A死了 RB这波好伤 他是第一波来交点燃打了一套 结果没打赢 哇 上路直接被NOC吃肚层 还送了一大波 我这波很关键啊 上路有点炸了说实话 张帅直接起飞 对 他这一波哎 说实话你出护臂回来扛这一波 嗯 就挺离谱的 哈哈哈 然后他这个护臂还会极大的拖延自己低剑扯装的速度 对 因为护臂这个装备成长型装备嘛 对 你在出来的第一时间一定是不强的 所谓交换拿一条龙 但上路是亏了一波半的兵线 补刀的烈士已经有十几刀了 嗯 这把阿兵有点难 嗯 哎 昂这个位置二麻可以追一下 能拉回来 昂这里没闪现 闪现直接摔墙上 昂没闪应该是要死的 看人头 红拳直接 哦 嗨克是烫死了 那这样的话 嗨克前期两个头 这把是 感觉是嗨哨的舞台啊 这莉莉娅打出效果里啊 在这个版本已经是很冷门的一个选择 但这把确实前期 完全打出来了 是的 而且我觉得苏宁前期确实打得不够严谨 像这一波的做 做视野完全没有去阻挡中路色体 往视野上看 这一波就属于白给了 现在就下路稳住 UP 就整个的局面还是完全可以接受 是的 现在UP整个的上中椅 战力就很强了 这段时间 对 而且赵新这把没声音 对 就是补刀领先也没领先 然后 左边的力量 勾回来 勾回来 但是这里 反正还要打 上了自己兵线多啊 这是 脾气都挺大的 这边主要是smile 这有6级不怕 但换封这把也挺肥的 现在的话 UP的上中也是领先一点 下路是落后一个头 这一下啊 打出了眼睛 基本上把上半击的不眼都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而且 NOC第一波 没有阵亡 真的还挺关键的 反正就回到继续不视野 看得清清楚楚 下路一直回家 这段时间UP的上野很能打呀 一直在找机会 嗯 主要玲珀娃跟这个阿哈利鞋都有一个问题 他们在第一件神话装做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 其实算是一个空伤机 他们的不论是战斗力啊还是这个 血量都是比较的一般的 是的 所以他这边先出过户壁 挺多时间的 所以UP可以 利用这段时间 可以继续找 宋尼的上中野做对抗 把对抗先拉起来 这段时间肯定是UP的上中野打起来更厉害一点 但这一波昂提前过来 是想争先锋了 两边的辅助都要来 高分 时间沉下来 结果还刚刚好到达这个血量 对 阿卡利回家 要补一轮装备的 哎呀 只能溢上去了 现在感觉苏宁就是得需要时间 他们玲珀娃跟阿哈利都需要一点发育 包括EZ吧 而现在UP是 可以 无脑干架 但苏宁这一波明显是想打的呀 EZ都来了 阿卡利没有回家补给 会不会成为一个隐患 但是阿尔玛也很久没回家了 这一波两边可能要打5v5 照理一下确定所有人的位置 第一个意境呢是滚到一个阿比 苏宁上不太去啊 闪现过来 给两个开到了 但是这边阿比是有W的 赵新也把R开了 他们这一波是为了掩护先锋 先把先锋拿了 没问题 可以 这一波利地亚是用自己的闪现 对 保住了这个先锋 这波也挺合理的 可以接受 对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UP的上中也还是要猛一点的 没问题 这样的话UP这一把通过Hacker的几波节奏吧 又拿了头 又拿了先锋资源 是的 而且上路 因为这波先锋不完 哇 这感觉像卡 这把感觉 冰的那次阵亡真的影响很大 太大了 这波上来想走 这里骚芬想过来 找机会 他绕后 但是这两个人没什么硬流人能力 说实话 张帅 他第一时间也 哎哎哎 张帅在这回身呢 这不看有没有救命啊 不好啊 我的朋友 哎呀 看人家还是杀不掉 杀不掉 这波 太难杀了 格温来的太慢了 这两个人 没啥配合能力 是的 继续刷吧 现在苏宁就是 3C都需要装备 没装备 没低线神话装之前吧 他们的这个战斗力 都有点拉 其实像上校给出那个图一样 20分钟 20分钟会是这个阵容的一个强势期 对 两边的经济 其实咬的还是比较死的 嗯 但下一条龙怎么说 下一条龙 马上就要杀新了 一条水龙 下条龙感觉是UP的一个强势期啊 这张帅是刚做出挺进 这一波还是蛮强的 哎呦 相对于来看的话 格温的装备也太寒酸了 对 按这儿 差一个侠阵 嗯 后拉 还是阿哈利还是有点难 太灵活了 但是把你阿哈利打残就行了呀 因为他现在的目的 应该就是掩护哪条小龙 对 小龙我感觉苏宁是可以让的 嗯 看到NOC这些装备应该走了 哎呦 一勾没勾到 但这波ED的话 也是有神神分离者 哎呦 直接开赵姓了 赵姓开个R 在那边被接脸 直接叫闪现 一直在这儿拉起来 这边抱了一下 NOC飞进来 直接一秒赵姓 赵姓被杀掉 但是其他几个人 这个位置啊 卡莎被奔格出去了 一定还在拉扯 格温有没有输出空间 感觉没什么输出空间了 只能认这个塞了 再打的话可能要出大事 这边的三段的R已经放完了 这边还要抬 没抬到 但是奥这里应该是跑不掉的 奥应该是要死 但是小C 这边是被安德尔切死 EZ这边拉扯能力还蛮强的 这边能不能回来打一下L嘛 有点脱节 安德尔可以再切一个吗 又杀了一个招闪现 自己还没死 电架出发 死不掉 这一波的话感觉 换风还能在这儿拉扯 就EZ在旁边一直偷伤 这一波挺伤的 因为本来可以无伤的 去拿掉这条龙的 这波开没必要 还是得拿龙是最关键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自己走掉 赵姓过来 反而我觉得孙琳 可能会把这条龙拿下来 主要感觉 UP刚刚阵型有点脱节 就四个人进行之后 一直在被这个阿哈利跟EZ切 是的 然后在被切的同时 阵型又有点凌乱了 来看一下 刚才一波的现在回放 泰坦一勾没有勾到 然后赵姓这个位置 被给到了保龄球 直接开打刘赵姓 还是有点勉强 虽然说可能孟宴的观灯 GP过来 确实这波有点必杀局 但是你面对这个残局 双C苏宁 苏宁的双C坦能拉扯了 是的 你看一直在这边拉扯 ED刚好这波是有神神分离者 这边过来还是没抬到的 不然是阿哈利挂到了小C 对 这波安德尔还是打的最漂亮 他这个机会找得很好 一个盾消失 二段R 下路又要打起来了吗 两边的打野都在附近 多一个TP 多一个TP是安德尔的 在另外一边的TP也放下来了 小C 小C可能要死了 先秒一个 下来打阿尔玛怎么办 阿尔玛这里感觉很危险啊 等下一番大招直接给了 所以忽然反正打了一下 他自己应该是跑不掉了 但是要被这控制玩死了 这样的话 UP前期的优势全没了呀 有点乱了 有点乱一点乱 只要安德尔这边阿哈利越打越肥了 这个是一个 真的对于UP来说是坏消息 这安德尔直接是三个头了呀 现在阿斌在上路反而不用担心了 他就老老实实的守这个防御塔就行了 兄弟们都很肥 但优势还是有点着急啊 那波蓝buff的出击 他想要更多 对 让阿哈利肥起来了 那现在的话第二条小龙 苏尼也是直接手下 阿哈利把装备补起来 再让他等级也在快速的拉伸 那现在苏尼的双C战斗力就非常强了 等待着格温做出那个制造者之后 就更难打了 可能UP 现在虽然两边经济是一样的 但是慢慢的会进入到苏尼的一个强势期 对 主要是刚才这几波团战 其实加速了苏尼双C的发育 感觉UP还是没有利用好这一代前期的一个优势吧 对 刚才那一波其实杀掉了赵信以后 后面是挺好接着一个局 结果就出现了巨大的失误 可不打乱一下 看来他是想拿卡 对 对吧 但是阿哈利来了 这个大招按错了吧 大招确实没什么道理啊 他也没有任何的视野看到 他整个视野里面唯一能搞的就是阿卡利 主要他整个视野是没办法看到苏尼任何人的刚才 对啊 直接开了个打 应该按错了 按什么按错了呢 对吧 这也挺离谱看一下他的装备了 刚才也挺过了呀看到 挺了没 他只有有的时候按挺的时候 R了一下 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放的 装备 这大招 因为我们这个装备是按照那个 值不值钱排的 对 可能是客药或者说是按挺进的时候 大招 苏尼也 苏尼也下了一票 有点莫名其妙的 什么情况 那这一波其实挺伤的 因为已经大招完了以后一些打还 嗯 也还好吧 反正也是自己被拿的 对没有资源团反正 对也是自己被拿的 看一下这个先锋 招了一下 现在两边这个先锋要不要打一波啊 O3的大招还有四分之一 呃直接开干了 但这一波的话 UP的几个人补出自己的神话装 而且UP这一波是想接的样子啊 他往过靠 这边先锋还有一半的血量 只打到了一个泰坦 这波UP其实也是有战力的 看旁边阿斌随时准备着进场 第一波的Poke打下来 要等O3大 等O3大 等O3大 O3大招还下最后的几秒钟 哎呦 那1在这里也是Poke 出现成效 小C直接被打他 直接关掉上了 奥顶在前面 奥直接被秒掉 O3切死了他 你的打招刮得不错 那小C这里还是没有死 但这个辈子还可要硬来吗 有一个秒秒 还可以 但自己能跑掉吗 但是这个阿卡利切死了 然后自己还对阿卡利 哦呦 华段Panda Kill 没有 被抢了 哇 这一波太帅了吧 最后一个二段R 我第一次看到阿卡利的二段R 能打这么多的人 穿搭葫芦 这真是穿搭葫芦了 哇 飞雷神 我发现啊 阿富士就UP有一点 他们每一波占点便宜以后啊 就想要更多 就想要更多 你感觉那个 然后每次这个时候 苏迪作为老前辈 就会告诉他们 年轻人得把握住啊 莉莉亚那个睡有点勉强的 太勉强了 还睡到了人 但是队友本身是没办法跟了 那个时候 是的 哇 我要看现在回放 这个穿搭葫芦穿的也太帅了 看一下第一波 首先是EZ一直在扣扣 拿到后面的小C 然后这波开端开的就不错的 但EZ进化拉开距离以后 大招直接挂到了四个人 EZ一直在输出啊 对 然后Angel 这有点勉强 就还和这个睡 关键小C还下了 无语 哇 通中就是一个Q 就是Angel 谁把人头给抢了啊 EZ啊 EZ 差一点喷他 差一点 可能EZ也没意识到 这个阿哈列怎么一下杀了四个 他是 过去Q一下 然后挂了一个E 回来的 E回来再大招 然后中间又放了个Q 就来了 这波要上门OC直接飞了过来 赵新的大招开的一般 还好 比较 赵新好肉啊 纯肉装的 是的 这个闪现交出来了 还是能跑的 他这个赵新就是没有中路的辅助宝 所以就只能出肉装 是 合理 但这个局面感觉UP就有点难顶了 主要是给阿哈列送了个自杀呀 是的 阿哈列7-0 好家伙 精神直接摸出来 今天阿哈列好像用的都不错 最近的阿哈列都挺猛的 是的 对吧 现在基本上这个英雄的特性是 你只要敢选 我感觉这个英雄的OP神怒 好像还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 应该这个英雄我感觉是非半季选 特别是前三轮就应该出的 我跟你说 不是不重视 但现在很多队伍还是 没那个能力 你知道吧 你是不是吧 你平时打 你上单子都不选阿哈列 你不就没这个能力吗 出事了 金深开不开 没有开 谁能在瑕镇里面 对阿哈列这波有金深的 但这波的话 感觉阿哈列已经没站立 阿哈列被秒掉 这里的话感觉又是一个机会 睡到了 一技能减速到了人 没睡了 这波有点贪啊 第一时间开金深就没做事了 换风 换风这个时候很难打 换风现在的伤害非常高 两天套正是强势期 这波要看 捡刀妹跟换风呢 还敢往前勾啊 这一波 昂的这个勾子出了也是挺挺离谱的 盘马想过来开 一开起来了 但是换风这个速度很高 已经是杀掉了万行 而且 赵戏也是同死了 莉莉亚完了 这里要进入到 这个换风的收割节奏了 老贼也是被一贼切死 现在只剩一个人 赶紧回城 赶紧溜 结束了呀感觉 拿大龙还是拿小龙 先拿小龙 我全都要 阿哈利也踢了 那大龙应该拿下了 下路这个先锋 诶 NOC踢回来 他的想法还可以 诶 他来秒这个阿斌 阿斌感觉到了 阿斌这边的Q技能场 没分屎来写 我们这里恐惧拉起来 完了 有了 这里的话张帅 拿一个人头 阿斌刚才是站在真眼上 打这个龙的吗 对 对吧 他感觉到了 但是有点晚了 这边 这NOC 只要闪现过来杀的 没杀掉 逼了个闪现 然后还杀了个人 很赚 但是大龙怎么办 大龙应该是没了 等一下兄弟们在来的路上 现在还有三天多的血料 感觉什么 有辅助啊 辅助也可以 先留一下 先阻止他们的脚步 艾尔马马马上就到 这里 安德把伊吉尼招了 那安德这个位置 看还有大招有闪现 但这里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 伊吉尼这边还在打 诺已经被招心投资了 张帅里边天换风 换风 换风战力太强了 换风就杀掉了张帅 还能继续直出 这么难全要死了 一个都杀不了太贪了 谁都想杀 谁都没杀了 哎呦 直接被苏宁的双C加打野给秀麻了 游P这场比赛 都出了一个字 他呀 他 想杀换风 但换风那战力太强了 那记了 这也真记了 那苏宁这一把 你说是不是 哎第一把痛苦折磨 第二把 痛击 就猛操作 第二把就猛操作了 主要这个阵容就是操作阵容 对 看一下这波的现在回放 直接大招击飞了两个人 这波奥西也死了 但是他的大刀打成效果了 是的 而且阿斌这一波 配合旁边的照性 真的是给后排的压力挺大的 一跌两件套太能打了 这等于是三打五吧 应该是 拿下龙 然后抱了一下阿卡丽 但阿卡丽这一波金身就用出来了 谁都想杀 谁都没杀了 这金身还是挡了蛮久了 是的 然后R2拉开距离 主要是没有人 配合他一起切EC了 主要几兄弟 前面两个大招 用得太随意了 是的 就中野的大招 用得太随意了 其他又勾到了 就旁边 利利亚直接被阿卡丽单切了 切吧 已经是阿卡丽的一个舒服局了 享受局 11-1-3 对吧 18层的杀人数 阿卡丽纯享受 这不不会被一波带走了吧 有大龙buff的 有机会啊 有机会 还剩两个人 是EC三件套的 感觉 游戏有点难以招架了 22分钟 仅仅 点得太住了 小C 先抱一个 拿着两个 直接是切死了 阿卡丽又死了 但是这边 安州的战力还是很强 双C 双C战力很强 死吧 老子被烫死了 这一波应该是被 不知名技能烫死了 被大招刮了一下 直接没了 拿招的话 感觉苏尼又 又勾了 一技能又挂到 Q技能没打到 E过去直接杀 有双C战力太好了 小C战力太好了 这个时候 小C给出了一个 8-2开的胜率 啊 合理合理 赶紧溜了 告退 那苏尼 2比0 这场比赛也是赶紧溜 26比9 23分钟 直接是推行了UP的基地 这一把 就没办法了 恭喜苏尼 这也是他们在 本赛季拿到 第一场的 BO3的胜利 2比5 5 6